巨星來以後 也是第一場贏了 後面球隊就開始連敗 今天傳出的是三個助攻 最一開始就先從 克拉索部檔拆開始 接下來不斷找到隊友 不管是快攻 還是三分線外的空檔 隊友也都成功把球給投進了 今天整體 其實鋼鐵人的三分線命中率 29頭12中 是超過四成啊 欸 能不能快速嗎 欸 糟糕 欸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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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這裡 拉伯 你在這裡 Motion I'm gonna pass to you I'm gonna come up You're gonna get a curl 如果他沒有了 如果他沒有了 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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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韓 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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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說的也是需要一段時間 吸引過來 可是我當然是累 可是不是這樣累不得了 其實還好 謝謝 謝謝你讓我打那麼多 好 各位兄親 你們準備好了嗎 No.7 背號7號 信我所行 說到做到 這就是我的人道 從零開始 Ladies and gentlemen Jeremy Lin 林書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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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 要我回歐 好 好 好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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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台藍版藤真了 必須給這個封號 哇塞 說一下 這個全台不超過十件 所以那邊想要 對嗎 每個地區都想要 你趕快刷起來 沒錯 好啦 那我們還會有 這個林書豪的抱枕送給大家 待會我們會有Liver來唱歌 唱歌的時候 請你們大家用力刷一波 應該是直接面框去切進去喔 第一排騙起了大B 然後拉到最後拖 拉緊 掉遠邊 永勝帶一波的中距離跳投 中距離不錯彈道 偏了前面林書豪快攻 給到呂振如 直接拔一個三分球 鋼鐵隊長 這是一個Live 2 這邊小打大 直接切到禁區 翻身 最高難度的兩球 最高難度的兩球 用林書豪給投進 所以當後衛在推進的時候 其實第一時間他們跑得夠快的話 中鋒攻擊籃框那是最好的機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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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球是完全對到了喔 還是被林書豪給打進喔 這個翻身後仰跳投拉到了極 林書豪把速度帶起來 對抗之後找隊友 呂振如左邊頂角的出手 結果他們站到偏了 拉下籃板是邵輔 再給到林書豪 拿一個中益的空心球 給到克拉索夫包夾過來 馬上球輪轉 找到另外一邊的王綠祥 第一時間沒有出手再分 右尾給到林書豪 左邊這是一個空檔機會 三分球來了 林書豪的得分 上次來到 不合理的進攻 但是如果是在前三節的話 他這種不合理的進攻 有可能進攻籃板會落在打臂的身上 那你在第四節才比較適合 這種不合理的進攻 是不是就有點不合理 馬上回來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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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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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一七寶寶的球面會喔 小心自己腳邊安全喔 海豹 來 是對夢想家比較 不友善的 對 蘇豪過底線 分球王綠祥拿到球 直接出手 這是一個三分球 同時這是林書豪本場比賽 就可以先追平到這個助攻的紀錄 而且後面還有比賽的時間 對 有可能以三分多中來講 巨星來以後也是第一場贏了 後面球隊就開始連敗啊 對 今天傳出的是三個助攻 最一開始就先從 克拉索負擋拆開始 接下來不斷找到隊友 不管是快攻 還是三分線外的空檔 隊友也都成功把球給投進了 今天整體其實剛點的 三分線命中率 29頭12中 是超過4成啊 比賽時間剩下3分24秒 這個20分差距對夢想家來講 要追這個難度是滿高的 的確 然後林書豪站上罰球線 鳳山體育館響起了MVP 數目是差不多 隨便 rafyr 採用 好 這時候林書豪也要這場休息 目前這場比賽的成績單是21分13個助攻 另外外帶六個籃板 大家好 謝謝 這是最棒的一個歡迎吧 你們都花很多不但是你們的錢 你們的時間周日過來看我們打比賽 這是我第一個職業球員的一場比賽在高雄 所以非常感謝大家的歡迎 接下來我們要請林獸來談一下 今天在PLUSLEE盛壓的第一場比賽 拿下了21分13助攻 跟球隊短短磨合就一個禮拜的時間 你是怎麼樣來準備這場比賽 以及如何在場上的發揮 請你談一下今天的表現 其實也是需要感謝我的隊友 他們今天給我很多機會 就是控制球也是處理球 那當然我一直跟我自己說 如果能保持第一場 因為第一場體能會是最難的吧 因為蠻久沒有打這樣子一場比賽 可是他們就是很耐心的 一直跟我溝通一直教我這些戰術 什麼什麼包括像今天他們守了聯防 我們一整個禮拜 因為時間太短了 沒機會學聯防的戰術 所以我們就是一邊打一邊學 就是這樣子 可是到最後能夠贏下來這場比賽 也是靠隊友跟教練團隊的努力 好接下來要請零售來談一下 今天傳出13個助攻 在第一場比賽 就追平了PLUSLEE的單場助攻紀錄 談一下你跟隊友之間的配合還有連結 說實話我們的配合和連結也就是第一場肯定 肯定達不到我們的上限 我會覺得現在可能四五 如果是一到十可能四或者五 可是我們會繼續這樣子 那我覺得第一場可以到四或五已經算是非常好的 那我們就會繼續保持聯繫 看這些影片繼續加油 我們也會用我們全力去代表高雄 最後來請黎叔好談一下 第四節站上罰球線的時候 現場主場球迷對你高喊MVP 當下聽到的感受是怎麼樣 當下嚇一跳 因為我可能從來沒聽過MVP的稱 在NBA肯定不會有這個MVP的稱 像我剛剛說的你們把這個全部的環境變得那麼high那麼好玩 我就是真的很感動今天會有很多情緒 因為這幾年也是算是比較困難的一個經驗吧 可以回到今天我永遠不會忘記我在高雄第一場的比賽謝謝你 好 我們這邊要謝謝林叔好接受我們的賽後訪問 也再次恭喜林叔好拿下比賽的勝利 謝謝 OK Oh my God 好 我想請問一下就是 你上一堂比賽正式比賽應該是12月20號 這麼久的沒比賽 然後今天出賽了超過41分鐘 你覺得自己的體能狀況會復的如何 然後然後這麼久的沒比賽 會覺得累嗎? 然後你記得你上一次打超過41分鐘是什麼時候嗎? 謝謝 我不記得 可能是 我真的不記得 因為在CBA那幾年應該也沒有超過41分鐘 應該就是我在火箭隊吧 2014年的 2013年的 可是 從我在NBA 就是 檢查你的身體 就是每一個人的身體 然後抽取什麼時候很多 他們都看到我的身體 我的優點就是我的體能 他們都是 就是每一個球隊也會 然後都是覺得 我的優點就是我的體能 那 像我說 也是需要一段時間吸引過來 可是 我當然是累 可是不是這樣 累不得了 其實是還好 謝謝 謝謝你讓我打那麼多 很好 我阿神 謝謝你 謝謝你 我阿神 謝謝你 謝謝你